本期Kino教程用两分钟教会各位制作扩散音波 这个页面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一张iPad截图和后方四个在向外扩散的音波 其实是四个完全相同的小视频 做好一个就都有了 新建一个演示文稿 画布尺寸设置为300x300 插入一个圆 尺寸设置为100x100 使用渐变填充 然后在动作中添加缩放动画 默认时间一秒钟可以不用变 缩放比例300%使其放大三倍 追加一个不透明度动作 持续时间0.5秒 参数设置为0 在勾间顺序中 让不透明度和缩放同时开始 但延迟0.25秒 那么这个圆在放大三倍的一秒钟里 后半段是逐渐变透明直到消失的 把这个圆复制一份 修改一点渐变角度 让它和上一个圆有些区别 重复这个操作 我这里一共复制了四次 得到了五个圆 在勾间顺序中 让每一个新圆的起始动作 都跟勾间1一起 先来预览一下 这里可能会遇到图层顺序错误的问题 这几个圆并没有按顺序依次展现 也不要怕 显示对象列表 给每一个图层修改名称 对照动作顺序 把图层从上到下排列一遍 让先执行的动作位于上方图层 那么单个扩散音波就已经做好了 把页面设置为无填充 把背景去掉 导出带有透明通道的视频素材 这一部不会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前面的第61和第62期 然后把刚才导出的视频素材 插入到画布中 在影片格式的重复这里 勾选上循环 另外把视频的入点和出点 稍微往里收一收 让循环更连贯 复制三个 分别放在iPad延伸器的四个角 并置于底层 在勾件顺序中 让四个视频同时播放 音波扩散的效果就做好了 欢迎关注